受到疫情严峻影响花莲市传统市场的营运 平均掉了3到5成 花莲市公所为了因应冲击 除了从5月起到7月将租金减免3成以外 市长魏佳贤在10号上午也特地前往市场关切 目前的营运状况 并请摊商们撑着等在疫情趋缓在线商机 先撑过去啦 疫情快过了啦 市长有给我们特别捡猪啦 只要过后大家就会回来消费啦 国内疫情爆发传播速度惊人 相对影响各行各业 传统市场也因此营运下滑3到5成 摊商的生意大受影响较苦连天 花莲市公所为了因应冲击 除了从5月起至7月将租金减免3成之外 10号上午花莲市长魏佳贤也在市场所长求新都的陪同下 依序前往重庆及中华市场了解当前的营运现况 公所啊看怎么帮忙我们 很多人 个人开中国 rece lui 政府也是点多 额台%,蟹蟹也没完 处偷 烤鱼 masih... 平常早就没有 8點他就空空了 现在很难做喔 每天都这样 了 nowadays还不一定好 几个摊商有特别反映 在整个生意的部分大幅受到影响 那原本预计的端午节的一个生意 也受到了蛮严重的一个疫情影响 那我们也在这个部分 也跟所长跟同仁们 在做相关的开会讨论 是否在降租的部分 减少一些收费的部分 给摊商能够继续比较 优惠的一个方式能够经营下去 那我们也要希望在疫情期间 大家也要做好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 那未来我们也是针对 行动支付的部分 也在做相关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会大幅度的来鼓 鼓励我们所有摊商 来增加行动支付的一个收费的方式 另外为了降低使用现金交易 造成可能染疫的风险 市公所也持续鼓励摊商 使用非接触式的收款方式 目前中华及重庆市场 两处传统市场 有部分摊商已使用电子支付 占全部的23% 市长外加先表示 使用电子支付 不仅可以减少摊商收取现金 与找零的时间 也可以避免收到伪超的风险 因此施工所将在6月15日起 受理摊商申请行动支付 只要符合资格并且完成办理 在9月份的摊位使用费 将减收900元 以补贴电子支付手续费 欢迎摊商踊跃申请 记者许立琴 欢迎电视报导